大家好 等一下 大家好 我是竹北縣山店的 是這樣嗎 大家好我是竹北縣山店的趙佳 今天 幫大家準備了一間 非常 有價值的房子 價值在哪裡呢 就是能花錢的地方都叫小市 這間最大的價值在於說 花錢買不到的東西非常多 包含什麼 它的地點 視野 採光 這些都是花錢買不到的 那我們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我們 椰林建設的 深耕 那因為我們這一間是位處在 頂樓戶 所以我們現在人站在的地方是屬於他 頂樓露台的位置 那可以看得到我身後 這個視野 前面就是文化中心 那在過去的話就是我們的縣政府 所以他是位在我們限制一起 最精華最精華的地段 那下方這條路就是我們的 光明一路 所以本上你的 機能 美食 商圈 學校 一切都可以滿足 那更厲害的在裡面 拍來看 那大家看過那種美式影集有沒有看到有些電影的畫面是在那一種 紐約市中心 然後裡面一棟樓中樓的房子 然後看出去眺望整個紐約的風景 我們這一間差不多就是這種概念 所以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客廳還有樓中樓整體採光客餐廳空間 就是這麼棒 採光也是這麼的亮 我們今天這一間它是幾乎我們就沒有開燈啦 全部都不開燈也不修圖也不修曝光 就是 現況多亮 就是會比 在我們在影片上面看到的大概再亮度再亮一些 然後可以看到我們客廳光這個空間可以放下 很大張的 陶貝 陶貝的L型沙發 那 整體來說的話 背後這個視野它是面西 所以我們整個房子啊 它有三項的視野 就是西 南跟東 北面的話 目前這邊就是沒有開床 所以不會受到冬天啊 東北季風的影響 那當然這個位置你看 坐起來 就陶貝的感覺 喔我不是陶貝啦 但是 媽 這些 兒子喜歡啦 可以的話 媽媽 看到影片贊助一下 贊助一下 這一間的話 其實我真的覺得很適合 幻霧的朋友來看一下 如果您有預算 基本上這間整理一下 我相信會是 在你 同事之間 最厲害 最棒 氏族 冠賽 精選的 房子 雷西主要一拿球 對方就很緊張 雷西橫上的龐帶 自己向天帶 喜酒大樓 跳了 可以一個人踢 就行啊 如秋 不是一個人就可以踢的 這間房子 因為他是 就是剛剛提到 是屬於我們的 樓中樓 所以其實他的 客餐廳空間 可以佈置的更大更霸氣 然後房間的話 多半都可以規劃到 樓上閣樓的空間 那在我們一樓就享有非常開闊的公領域 那其實看得到他是 兩個是一體的 然後配上一個非常大面的落地窗 所以這一面的話就是我們的東 東西都有 開窗 那就代表採光一定不會差 那再來看到裡面廚房的空間其實 原始建商配的東西其實就 還不錯 那其實如果在稍作整理的話 相信很多家庭主婦會很愛這個空間 因為小朋友在那邊 讀書 或者是寫作業 家長都顧得到 那包含說 這邊其實這個角度很棒 因為他可以一覽無遺整個房子的 室內一個 小朋友的動向跟家人的一個動向 那我來帶你們看一下 面東的視野 這其實算一個休閒陽台 他不就是 比較不偏向曬衣服的空間 那其實我們最遠可以看得到 我們有我們的 建山商圈 然後其實還可以看得到一些 高鐵的建案 那還可以看得到那個 有沒有看到 那個最遠的地方 灰灰的 像山林線的 那個是阿爾卑斯山 就是 沒有啦 開玩笑啦 就是 中央山脈 對 那其實整體視野 就是下過雨啊 或什麼 天氣非常好的時候 可以看到非常遠的地方 視野真的蠻舒服 那看完我們的阿爾卑斯山之後 我們來看這邊其實左右兩側 是各一個房間 在我身後是一套衛浴 那這兩個房間的話 他就是比較偏次我 就是小朋友的房間 好 那在我們要上去二樓之前 跟您介紹一下 這個樓梯的位置 那樓梯位置的話 有一些蠻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 他其實 上面這個 跟下面這個大的 這個方形的 台階空間裡面 其實都是做收納 那這邊還可以做造景 他收納做的都算是蠻充足的 那我們趕快上來看吧 那我們緊接的來到我們二樓 有沒有看到我們這 整面 很大面的落地窗 那因為我們這房他在頂樓嘛 所以他其實還有很多地方的採光 是直接從上面 往下照下來 所以整體房子而言 他的採光量是非常的充足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身後的書房 那在二樓的空間 其實這邊有一個 做一個小 會廳的空間 後面這就是 有點像書房 前面看出去就是 我們的文化中心 那個大的 公園 那再往前看的話 可以看得到 家樂服 那其實以這一件來講的話 這個空間其實還可以再次做一個房間 所以整體規劃上 其實是就可以做到 四房的空間大小 那接著就是我們的 工作陽台 那工作陽台的話 採光也是非常的好 因為我們這個 位置他的 採光面非常的大 他是有面我們的東 然後還有上面的天井 那跟你們比 就是大概這樣子 我人在裡面這樣 這個空間感 其實是蠻大的 那這邊其實做一個房間 是綽綽有餘 綽綽有餘 那我們來帶您看一下這個 很棒的 露台空間 多少人的夢想 在自己家裡有一個 這麼大 這麼舒適的露台 種種花花草草這些都是基本 那更重要的就是 其實我們在 就在我們這種 集合式住宅的產品裡面 你有 可以自己一片 小天地 又不會被外人打倒 甚至說不會有 跟人家是那種 洞具貼很近 會有被虧看隱私的 擔憂 所以這個位置 我覺得非常的好 好 那其實像這種 附層式的房子啊 他其實 可以給你去發揮 跟利用的空間 非常的多 那真的 因為現在 以新型的 就是 建案來講的話 這種產品 已經非常的少 所以如果你有喜歡的朋友 這間真的 可以把握 整理一下 你會有 無與倫比 與眾不同 獨一無二的房子 好 那接著來看我們 大家最期待 在主臥室的空間 主臥室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 他除了這個 睡覺的地方 非常大以外 他有自己 專屬的 獨立衣帽間 跟獨立的 廁所 那其實他 衣帽間 採光上 也是 自然採光 你有聽過 衣帽間是 自然採光的嗎 我等一下帶你去看 厲害了 就在這邊 好 那一樣我們這個 面向 其實他有兩面採光 一個是 面南的採光 跟我們面東的採光 好 那緊接著在這隱藏門後面就是我們的 主臥衛浴 那主臥衛浴有一個很厲害的 感覺就是 他看起來真的很像那種美國影集 名人啊 或什麼 那種會住的這一種 空間感 跟他的採光 還有他的 罩子 那我們這一間比較特別的就是 緊接著 後面這一側 他的 衣帽間 那這衣帽間的話 空間非常寬敞 也非常深 他是一個 Murz形的衣帽間 就是在這裡面 這一個梯子 其實他上去上面 還是有一個 夾層的小空間 就是我們的 主嘗試 那平常用不到的東西丟上面其實是蠻方便 比較整齊 那這整體空間上來講的話採光 剛剛有提到 天然的採光 天井 看完這一間很漂亮 就是很有特色跟特點 這種複合式樓中樓的房型啊 有沒有感覺 還蠻心動 真的很像就美國電影裡面那種 好萊塢明星啊 或者是那一種 名人 歌手 他們會住的這種 就是都是大面落地窗玻璃 採光又好 然後格局 又棒的 這種 房型 那因為我們這一間其實他裡面的空間是蠻大的 那其實裡面你裝的下是四房 我覺得基本上是沒有問題 那他也有配我們地下兩個平面的車位 只要幾個特點是錢買不到的 就是 中古屋市場來說 就是像他的建設公司是 椰林建設 這是你花錢也換不了的 那再來就是他的地點 近光明一路 那就商圈地點來講的話一定是完勝 這機能是非常之好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朝向 就是因為我們是有三面 就是 右手邊這個東面 西面跟南面 三面的視野 那牆當然他的採光就會非常的好 所以這一間其實我基本上覺得 很值得入手 就是因為你很多東西是真的是錢會買不到的 那裡面這些你們如果像我們 觀眾看了覺得說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這些能花錢解決的 基本上都是 小問題啦 如果你昨天四族有壓隊的話應該是 小問題 沒有啦開玩笑就是簡單來講這一間我覺得是真的非常值得大家親自來看一下 因為他以你要換屋 或者是說你們家庭人口數有增加 這一間其實我覺得他空間上跟他的配置上都非常的適合 很值得大家來看一下 我的聯絡方式在這邊 我叫趙家 那今天就到這邊 改天再帶大家看 更厲害 更多特別的房子 拜拜 拜拜 我們要按讚訂閱加分享 對 那這樣你就可以接收到我帶你們看更多這種 特別的房型 包含像這間 美國好萊塢的 房子 美希搞不好就住這種房子 對吧 拜拜 對不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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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